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浮庸马生周年 铁路人为安全 浮庸马事故在现在 今年已经戒铃三周年 那同时在这个礼拜一 事故的判决也有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事故漫全出来的结果 跟我们蔡英文总统在过去说的 好像不太一样 蔡英文总统在三年前 与媒体谈到 河马事故翻车事件的时候 有表示 面对台铁累积多年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大刀阔斧 用改革来重建社会信心 很明显的事故发生 绝对不会是某一个基层人员的责任 产业公会在这里表示 我们非常认同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肯定蔡总统在三年前的发言 但是我们虽然遗憾 司法判决的结果出来 现在是几个基层承担这个责任 那我们就很想要问 平常基层遇到问题的时候 向上反应并不能够解决 但是反而等到事故之后 遇到责任以后 基层自己单 主管仍然升官 请问我们蔡总统觉得合理吗 因此我们产业公会今天召开 这个事故三周年的记者会 我们也撰写了 致蔡一文总统的公开信 希望总统可以参考基层的新生 落实三年前头给大家的承诺 教育训练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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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改善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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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待遇要落实 提升待遇要落实 安全管理要优化 安全管理要优化 监理机制防黑箱 监理机制防黑箱 产工基层要参与 产工基层要参与